嘿 滑鼠放在十斤的十上面 按住拉到肩 手放开 是不是牵起来了 好 来 去看它多宽啊 请各位注意看 在这里 在这边 亚洲方式配置里面 点进来 还是这个 点进来的没有 里面有没有看到这个 最似文字大小 我把怎么翻的 翻这样的条路 最似文字大小 看到吗 这个按钮看到了齁 来把它点下去 最似文字大小 这个按钮 找到这个功能齁 来把它点下去 来 我要过来看看它多宽 记住这个字 记住这个数字 6.26 等一下后面通通都要改成这样就对了 好 来 OK 按取消 我们知道就好 按取消 6.26了 好 开始了 来 把地点这两个字悬起来 把地点这两个字悬起来 好 进到刚刚的那个最似文字大小 有没有看到 进来 把最似文字大小点下去之后呢 来 把里面改多少 6.26 那个2 那个字圆两个字不用打 直接打数字就好 确定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一样宽了 后面会不会了 来 自己改 主席两个字悬起来 6.26 记得这个数字 把字先悬起来之后 我们到最似文字大小点下去 把里面的数字 确认一下是6.26 没有错 就按确定 以此类推 直到把讨论大纲 这四个字也把它改成 最似文字大小 好 这样会了 所以 以后你们在公司 打到这种太会通知 免不了一定要打 时间地点什么的 要让它一次 会了吗 你先做一个基准起来 后面就用这些基准 去设定它就可以了 好 所以 你会发现这一题 我们这个题目用到了很多的 亚洲方式的配置 这都是特有的 好 最后 改好了吗 最后题 他说 怎么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主角看一下 什么问题 螢幕不见了 你去班杂山是怎样 没有 怎么突然不见 不然移动一下滑鼠 跳电吗 他想提早下班 他想提早下班 怎么突然 螢幕都没了 你看一下 那个主机还没有在动 你看一下 总插头 好 好 我不用按钮 我不要那个帮 按钮 这样子 来 这边让助教来处理了 那你们先看一下前面 我们把最后一题做完 好 因为快下课了 我们把最后一题做完 他说 只要是蓝色的文字 通通自圆兼具 加宽 各位自圆兼具把它框起来 这一题就是要让各位练习自圆兼具的 来请各位注意看一下怎么做了 滑鼠呢 放在这个讨论的桃 有没有看到 滑鼠放在我现在这个位置 好 游标放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了 按住 往左拉 这边通通要选起来 一直到这里 好 手放开 好 是上面123没选到 123那个是叫项目编号 那个不用管他 好 底下蓝色的文字选起来 选起来了吗 好 滑鼠放在讨论的桃前面 第一个的讨论的桃前面 按住左键往左拉 往左拉 拉到最后一排再往下移 好 手放开以后呢 请各位到自行的功能表 来把自行功能表打开 看一下滑鼠在哪里 自行 看过来 这个小小的按钮按一下 好 来各位 就在这里 第二个标签 字圆兼具 点进来 好 点进来 各位看到了吗 兼具 过来的兼具 顺 顺着他过来 点下去 请你选加宽 加宽 加宽 字跟字之间要隔开一点的意思 好 后面 是不是EPT 他要的就是EPT 对不对 所以后面就不用改了 后面就不用改了 你知道全面是加宽就OK了 来按确定 OK 这样子完成最后的动作 这样会了吗 OK 好 那我们存档 做完了 我们要储存一下 左上角 这圆圈圈 点下去 储存 档案 助教 后面 后来荧幕有没有跑出来 重新开机 那个助教等一下 下去跟工作人员 跟雅筑讲一下这种情况 请他注意一下 看是什么情况 请功能师检查一下 好 来 储存档案了没有 OK 那我们今天坐到这边 下一次 我们就从 0303的档案开始了 今天我们把这两题做完了 对不对 来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发一份新的讲义 下一次从这边开始了 屏幕越来越难了 来 你跟我们那个 那个助教 没有这份讲义的 跟我们助教拿一下 没有今天发的讲义 跟我们助教拿一下 好 各位呢 如果点名簿有签完呢 你就可以放学了 会关机 上次有同学没有关机 要记得关机 好 好 那我们回家了 我们下课了 好 所有邻居互相帮忙看一下 关完机才可以让他回去 隔壁忘记关机的话 你要规劝他 好 都有签名哦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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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